好啦 想問一下小倩 你最喜歡周杰倫的哪一首歌呢 告白氣球吧 感覺蠻浪漫的 你很喜歡告白氣球 那因為周杰倫其實出道非常多年 那產出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不過近日有一位網友他就發現 在退後這首歌的MV裡面 竟然在這個MV裡面有出現了很短短 短短的一句就叫做說 吵什麼吵賴清德 那這樣的貼文一PO出之後 就引發了網友熱烈的討論 甚至還調出了賴清德做出回應 有網友近日在YouTube 重聽周杰倫十多年前上傳的退後 MV開場是周杰倫扮演街頭混混 與另一派人馬爆發口角 雙方在現場相互叫囂 沒有想到在零七秒的時候 背景突然傳出了一句 吵什麼吵賴清德 讓網友聽了非常驚訝 還反覆聽了好幾次確認 但也有人分析這句話應該是 吵什麼吵戴眼鏡的 或者是吵什麼吵賣兵的 意外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賴清德不僅在該篇貼文下方現身 還引用周杰倫的另外一首經典歌曲 安靜回應 我真的沒有天分 安靜的沒那麼快 讓無數網友看完拍手叫好 不少家長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小孩子可能身體比較敏感 那有些他們可能發出異狀 像是什麼哭鬧 或是發燒不退的話 就會覺得他們是看到不乾淨的東西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名網友 他在網路上就曝光了一個監視器畫面 也就是他的小朋友 在半夜突然跑到廁所 而且行進式相當的詭異 女網友的老公半夜醒來發現 兒子跑到廁所門口 一直盯著裡面 然後又轉過頭去看大門 還把門打開 眼睛直勾勾的凝視著外面 直到他老公叫了兒子 他才回過身回頭看他 這番舉動讓夫妻倆十分不安 而事後查看家中監視器畫面 甚至錄到了一段讓人毛骨悚然的拍手聲 而他們事後跟同住大樓內的朋友 聊起這件事 才知道原來這棟大樓 曾經出現過一個穿紅衣的女子 聽完這件事後 讓夫妻兩人都嚇壞了 趕緊帶兒子去收金 結果卻被告知應該是從外面 帶了不乾淨的東西回家 不過也有網友看了出面緩家 推測應該只是小孩夢遊 讓他們不要自己嚇自己 好 接下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看到的是台北市一間牛肉麵店 先前被外送員募集 有員工竟然拿這個膜布 擰進了牛肉麵的鍋竹水裡面 那近日又有傳聞指出 該名員工竟然是老闆的兒子 不過對此店家並沒有做出回應 但是附近的民眾就說 這名員工真的只是公讀生而已 致名牛肉麵十排店日前被外送員募集 一名員工將膜布水擠進國主面中 引起了萬有的熱烈討論 起初店家說要召開記者會 後來又取消 並且表明是自己督導步驟 除了向社會大眾道歉 十排分店也暫時歇業 然而隨後有網友在PTT發聲文 即某部的員工竟然是老闆的兒子 再次引發了眾人的議論 對此ET Today新聞雲記者15日 曾經實際打電話到北投店求證 但截至當日出稿前都無人接聽 附近的攤商則是否認了網路上面的傳聞 直言該員工真的只是一名公讀生 店家平時很注重清潔 每天都會清洗 卻因為這起事件變成這樣 附近的攤商都感到十分無奈 接下來關注到社會的焦點 桃園一名十七歲的少年 疑似當詐騙集團的承手 而他疑似侵吞了五百萬元的賬款 遭對方壓到工廠虐打致死 隨後還被棄屍自山區 而桃園警方也證實 已經在中部的山區來逮捕主席 高雄以許姓男子為首的詐騙集團 發現17歲的零姓車手撕吞五百萬元賬款 便於8日巡線從高雄北上 在桃園一處旅館找到陵南 眾人將他押回高雄鳥松 一處鐵皮屋內痛打陵越 一邊追討五百萬 但發現前早已被陵南分發 無法拿回 氣得下重手陵越 但直到要轉移地點時 才發現陵南早已斷氣 於是便載到山區水一氣濕 由於有十多人涉案 警方一度懷疑屏東一處洗車場內有共犯 因此警方南下帶回三人釐清 但是後都排除涉案可能便將三人請回 屏東該洗車場老闆十五日出面受訪 表示相當無奈 對此警方調查發現炸團成員氣濕後 為了滅鎮 便將運濕車送往高雄市新興區一家洗車場洗車 洗到運濕車的員工受訪時表示 都沒有發現異狀 是到了隔天警察上門才知道是運濕車 該名員工表示 車內沒有濕臭味也無明顯血跡 客人只有交代要把後車廂的眨物丟掉 無奈表示覺得還蠻衰的真的很莫名其妙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這夥人將陵南打死之後 竟然還有興致拜訪朋友 至於詳細的案情經過 還有在檢警進一步調查釐清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的是 讓人覺得有一點不慎唏噓的一則新聞 就是調查局的澎湖 前澎湖縣調查站長 站組長陳其淵 過去他曾經破禍多起棄毒案件 被譽為棄毒英雄 沒有想到日前卻傳出他利用職務之辯 而收取賄賂 那事情其實是發生在之前 他在嘉義市調查站任職的時候 他讓一名陳姓嫌犯 跟他的妻子在廁所裡面會面 由他把瘋 而這名陳姓嫌犯 甚至還和他的妻子在廁所裡面發生性關係 那他呢 是因為他與陳嫌有約定 要收手這個一百萬元的賄賂 不過呢 卻因為陳其的父親過世了而落空 只拿到了一支智慧型手機 而地檢署審理後 將陳其淵以貪污罪起訴 以四十萬元交保 也讓人覺得真的非常可惜 因為他曾經是一個有這麼多美育的氣毒英雄 結果最後呢 竟然經不起金錢的誘惑 也讓人感到非常的可惜 對 真的非常可惜 嗯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轉換焦點看到的是 新北市府的側大門 在今天上午九點左右的時候 竟然驚喘了 遭人潑漆 那因為正值上班時間 有很多員工啊 進進出出 有不少人都受到了驚嚇 那這名嫌犯呢 潑漆完之後呢 就騎著車子逃逸了 那目前的警方已經有鎖定了 這一名嫌犯 那新北市政府呢 今天早上也做出了回應 我想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都可以有充分的管道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剛剛我們得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還是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或是一般的朋友們 請在這個發生管道 用管道來發生的時候 務必這個堅守我們一些相關的規定 那至於現在的這個整個狀況 我們的海三分群已經在追查相關的 這個兇手跟或所謂的這個這個市民 或是這一位朋友 那我們現在正在這個追查中 海山分局警方今天早上9點10分 接獲通報 有一名男子手持一桶白色油漆 步行到市府大門口破漆 隨即騎乘機車逃離現場 目前警方已經將嫌犯給逮捕 而新北市政府表示 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任何民眾都有權利表達訴求 但是呼籲民眾表達訴求的方式 必須理性合法 千萬不要誤觸法律 而接下來關注到 長龍大學馬來西亞籍的女大生 遭男子盧總性侵殺害 一二一二沈松賢都被判處死刑 但沒想到14號最高法院 卻撤銷了死刑的判決 而國民黨發言人林佳新就批評 台灣司法的公平正義又在何方 蔡英文總統常把司法改革掛在嘴邊 相關成績卻是一塌糊塗 更美美讓被害者家屬痛心絕望 如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依 就對於李國輝綜合縱火九死命案 提出批判公平正義是社會期待 不信真理換不回 永遠守著一個信念反對非死 然而民進黨黨綱的中 卻仍要研議廢止死刑的可能性 請問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這也是你的主張嗎 要繼續延續蔡英文總統徹底失敗 人民唾棄的錯誤私改路線嗎 而副發言人呂慶偉也認為 反觀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對此有強烈而且清楚的表態 他直言反對非死 並且表示死刑符合公平正義 與社會的期待 相信這也符合大多數人民的認同與期望